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刚看完NBA全面行赛 最终达美安·雷拉德得得了科比·巴兰特为 这个实质名贵 因为雷拉德不光是输出这块拿下39分高指高效 并且在比赛场上表演欲望也十足 中线三分一共命中俩 当时也是引起了振振欢呼 所以雷拉德当之无愧 只不过这场比赛由于双方实在是没有过分投入 甚至从第一节比赛开始 我们就没有看到像样的双方祭出什么有效的防守 打到第四节就是按照以往我们对于全面行比赛的观念 打到第四节双方也得硬球硬马硬贫了一把吧 结果没有 甚至到比赛最后15分钟 甚至是西部球队还有一线升级的情况之下 进攻弹打的磨磨叽叽 防守弹嬉皮笑脸 第一位这块没有人真正正守来下 这就是这场比赛 所以从而到尾如同桥辣 就两支球队给出的防守对抗性 包括对于这场比赛胜负的这种渴望 没有任何球员在场上展现的特别积极 甚至包括以往那会智慕都昆博呀 可能说现在年龄大了 这个随着 四月的侵蚀 随着对于NBA赛场的了解 全明星舞台从陌生到熟悉 他也开始不像当年了 年轻时期一开始初出茅庐的时候 你看打的多积极 防守弹从第一秒开始就认真防守 现在呢 已经成为一个老油条了 这就是NBA联赛 所以这全明星大赛 现在愈发感觉有点本末倒置了 全明星大赛 他真正的主赛应该是什么 就是最后的全明星正赛 但结果呢 正赛变成了配菜 反而是之前那些胆向赛 因为胆向赛里边参加的选手运动员 他们特别想要胜利 你比如参加三分大赛的 达米拉利拉德 跟其他什么哈利波顿之类的 那正是最后阶段 赤道见虹 互相之间寸土不让 库里越战越内史库 你看两者之间 那一次三分交手 库里赛前甚至都是我手心直冒汉 为什么 因为这场比赛我特别想赢 同时多少又有点担忧数 就这场比赛只有前进 没有后退 你只有这种将竞技本质凸显出来 他才有竞技魅力 他才有比赛观赏性 因为NBA归根结底 这是一个竞技联盟 你竞技联盟 你任何观赏性 球迷光看这个比赛 他真正能够享受到的比赛乐趣 还得不能说脱离竞技本质 要不然的话 皮子不存 毛僵掩妇 现在的NBA全明星正才 就已经脱离竞技本质了 使得全明星周末期间 他的比赛中心反而是放到了第二天 但向才越来越抢眼 那这个本末倒置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比赛观念呢 球迷看完了一届全明星大赛 最后收尾记号 本身你主菜搬上来了 结果无人问及 就感觉这个比赛味同嚼辣没意思 这么整的话 久而久之对于NBA全明星赛 这个品牌是一种巨大伤害 怎么办呢 我认为现在不得不改了 你要说提供奖金 奖金这东西 它跟集中锦标赛不是一个逻辑 因为集中锦标赛 提供奖金 那队内正顶心的无外乎 最多三个人 甚至很多球队也就俩 甚至一个正顶心的 其他很多人 甚至占据绝大主要比例的运动员 他们都领的不是那么夸张的薪水 因为现在NBA也呈现出来一种两极分化的曲子 就是汉的汉死 烙的烙死 当然它也不至于烙死 只不过确实顶心 挣五六千万 差不多一个队两道长 其余大部分都是底线 或者说挣不了何钱的 50万美金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莫大激励 你一支球队的领袖 你不可能说自己光吃香喝辣 仰看其他那些小弟挨饿受冻 你展现领袖气质也好 还是为了团队服务 更何况他机中锦标赛比赛也是跟正常胜场胜负也息息相关 最后一场没有关系 但是你为了小弟他们多挣钱 你也得替小弟出头 现在的全民性赛 你要说从奖金角度入手 不行 因为参加全民性大赛的没有一个白人 大家都是潜在拥有聚文合同在审的 甚至包括场外的商业代言 那一年不少滑了 你说你给奖励多钱呢 50万美元 但是你给50万美元 对于这些顶级名称来讲 隔靴少养 没啥太大意义 他们冒着富商的代价 如果说跟常委在战机不挂钩的话 人不会冒这个险 你要说给100万 这一共参赛的20多人 再包括没来的 你顶替出场的 以及你要是这么给 那三分大赛你给不给 扣篮大赛给不给 那是不是都应该给 你不能轻视 包括之前参加新秀赛 你给不给 要都给 开销太大 而且你光是花钱 我认为不解决本质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归根结底 你这些人他都不缺钱 你真正对于他们有刺激的话 让他们即便 给场上受赏了 回去对于球队来讲 也有交代 你怎么办呢 你不可能说 我为了钱我受赏的 那球队还不满意呢 你得怎么激活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呢 就得是只有一条道 让这个比赛跟常委赛期间的战绩瓜狗 只有这样 运动完 哪怕在场上我拼受赏了 各自球队不会感觉这事有多大问题 为什么 常委赛期间还有受伤的呢 那为什么他受伤合理呢 因为了战斗负伤 如果说全民行赛跟胜负战绩瓜狗了 你负伤了球队感觉 那你老虎公告啊 你为了战斗负伤 那你甚至是值得受到嘉奖啊 你只有这么整 运动完才会使出全力 那么具体规则怎么策定呢 我感觉考虑到NBA 他毕竟市场做大做强 主要还是靠明星权 因此你不能有一种负相激励 你比如说 一直球队培养了一个全民行 考虑到现在是西墙董路 那东部参加全民行 如果双方这次拉开加持硬打的话 东部大概率会失败啊 那我培养出来一个全民行 结果去了之后输了 我自己球队胜场这块解疑 那可能影响球队战绩了 那这个就差了 所以考虑到NBA 他归根结底 卖座呢 主要是靠明星球队的市场号召力 那就可以这么做 如果输了的话 那么我不给你扣胜场 也就是说 你来参加全民行大赛 你一支球队培养出来 你属于你们的全民行了 只有好处没有亏吃 来参加全民行 你有可能获益 但是你不会吃亏 你这么一整的话 那么各自球队啊 他就会有这样一种非常大的主动性 在全民行期间 他会为自家培养的运动 极尽可能调动所有宣传资源 为他鼓有狐 为他拉票 全世界范围之内无数球迷 他投全民行票的这个积极性 也会无限增强 因为什么 你跟你支持球队的战绩挂狗了 那这个动力得有多大呀 当然更大了 所以呢 就是输了之后 不扣胜场 赢了之后加胜场 最后加多少呢 加一场 你哪怕说一支球队 有这么四个全民行 也不可能加四场 这个影响太大了 我认为全民行舞台 你只要跟战绩挂狗 那就足以激活运动员 他们本身的这种胜负欲望 你没必要说加四场 这个有可能影响 长海鞋线的比赛均衡了 因此呢 就是点到为止 就是过犹不及 你让他恰到好处 运动员来了参赛了 如果赢了 考虑到NBA全民行赛 也属于NBA所有 这些产品线当中 重要一环 你有必要的 跟这个长海鞋挂狗 你要不挂狗呢 你作为一大主菜之一 整个人变漫长赛季一个重要的 这么一个比赛过程 你也得把他经营的体体面面 所以跟这个战绩挂狗 但是战绩挂狗就是挂一场 你无论对那几个全民行 代表你这支球队散赛赢了的话 就是加一场胜利 这么整完全可以 没必要轻视全民行他的存在 因为全民行特别重要 他是众多球星齐聚一场 球迷特别愿意看到的 就是这些明星彼此间同力合作 真正硬枪又麻 打一场大战 那得老精彩了 就这么精彩的一项赛事 你不认真经营 你不跟长尾赛战绩挂狗 你这是不是一种缺憾 完全是一种巨大缺憾 你只要挂狗了 他能呈现出来的比赛价值 甚至有可能 比拼总决赛 为什么里边大腕云集 他们都想赢 这得老过瘾了 所以完全值得付出一场 长尾赛胜场胜负的这样一种代价 完全可以值得付出 所以我认为应该这么改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